刚取了一个快递电陶炉加烤盘 给大家拆箱看看 这是一个电陶炉 这是烤盘 和它是一套的 这还有一个盖 全套都是奶白色的啊 我觉得这个颜值还是挺高的 这个烤盘是陶瓷油的 所以咱不管是煎牛排煎鸡排 或是炒一点菜什么的 它都不粘的啊 而且还特别的好清洗 这是分体的大家也看出来了 下面就是一个电陶炉 电陶炉和电磁炉有什么区别啊 咱们这个电陶炉就是不挑锅具 大家都知道电磁炉是有辐射的 咱这电陶炉高温没有辐射 你看这是2000瓦的 听这声音还特别小 噪音特别小 一共有十档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800 600 400 最低是200瓦 这个白色的边儿啊 都是防烫的啊 你看猫这一点也不热 只要是平底锅 就放在上面 你看不管是不锈钢的呀 还是铝锅呀 还是铁锅呀 陶瓷锅呀 还有那个不粘锅呀 只要平底的你放上 就可以拿它做食物啊 你看拿这小奶锅 热点奶 或是热点剩的稀饭 或者熬点粥都没问题啊 用这个电陶炉 放上咱们铁锅 也可以炖满满一锅的肉 一锅的排骨啊 没问题 也可以用咱们这个不粘锅 炒菜都没问题啊 因为它是2000瓦最高的那个功率啊 所以呢 放心使用这个火力是足够大的 正好我还没吃饭了啊 家里有这个凉包子 还剩了这虾 我再烤点苦瓜 这两天有点上火 用这电烤乳烤 咱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用这个按钮选择它的时间 这个按钮选择它的功率 你看现在是15分钟 1800瓦一会儿就变过来了啊 咱们在这上面喷一点油啊 把这虾翻个个 这小包子下边看到吗 都有点小骨干了啊 可以给它翻过来 两边都煎一下 加点水 包子里边也有热气了 再包到这边就可以了 看这个菜也可以吃了 用这烤盘烤的这些食物啊 真是少油 你就喷一点油就行 要不想喷油也可以啊 你看这菜 蘸点蘸料吃 非常好 大虾也是 这大虾都没有盐 你就可以蘸点这蘸料 但是生虾也可以烤啊 尝尝这些烤的小包子 都烫作一烤的里边 全肉的 一会儿再吃吧 一会儿我再漆里买这个山药的 跟玉米羹 漆的干的都有了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一套是359块钱 是这个粉丝价啊 如果你说我不要你烤盘 我光买这一个变桃炉 是239块钱 如果超过这一家呢 和客服说是恩娜姨的粉丝 就会给您这个价钱啊 我也会把它的购买连接呢 放到视频的下方 方便大家购买 我也放到橱窗里吧 大家愿意到橱窗里翻问我 还有其他什么好东西 看到它可以下单啊 好了 我继续吃了啊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